這是時代的眼淚 三十八歲的西班牙網球名將 Refel Nadal在昨天突然在社群網站上 發布影片 說打完十一月的台威斯杯 就要退休了 消息一出是震撼了整個網球圈 跟Dadal一起並列 網壇三巨頭的Jogovic和Federer 都特別發文致敬 還提到說希望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 而被稱為西班牙小蠻牛的Agoras 得知消息之後 也相當的震驚跟難過 在各個社群平台PO出影片 西班牙蠻牛Refel Nadal 做出人生最艱難的決定 真正網壇將近二十年 他將停下跟比賽為伍的日子 十一月代表西班牙打完台威斯杯後 就要退休 其實這一天的到來不讓人意外 只是沒想到來得這麼快 三十八歲的Refan Nadal 今年還有參與巴黎奧運裝打 不過被屯商困擾的他 去年一整季幾乎沒有參賽 如今得到真的要向歲月傷勢低頭 火灘巨星們得知消息也難以接受 這位置是很困難的事 我相信是很困難的事 在全球世界上 並非只有 我可以說 我非常幸運 得知他 這位置得到很困難 這位置得到很困難 我只是在驚訝 我只是在驚訝 二座大滿冠冠軍 十四次在法網登頂 他跟Roger Federer Novat Djokovic 叱咒賽場十多年 Wantan B3是速敵也是好友 當看到Nadel的退休消息 Joko也感性發文 他說光用一篇貼文 是無法表達對你的尊敬 而Nadel在臺為斯杯的最終站 Djokovic也將親自到場見證 至於B3當中 早已不跟賽場告別的Federer 則是在貼文留言 說他希望這一天 永遠不會到來 感謝Rafa帶給我們無數難忘的詭異 Roger在兩年前的拉莫杯 跟Nadel合組雙打 作為最後一舞的告別 兩個人哭成一團 手拉著手 西班牙蠻牛帶著百般不捨 如今卻也一起走向退休的後塵 紅土之王今年5月 在馬德里公開賽的告別 彷彿是一場預演 要讓網球迷們做好心理準備 又要再一次見證 一個時代的結束 華氏新聞臨村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氏新聞的YouTube頻道